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欲言幼稚的表示 在我看来这位 为什么看到他被上铐 他可能会有一次口舌劫难 不是自己的意志 而是受到他人 记者也询问制作组 这位应该不做那些事吧 对此制作人反问 毒品吗 我不太清楚 之后巫女也透露 李善君可能有一天会忘了出信 要他持续冥想 千万不要动了歪脑筋 尤其是在10月要小心这时候 如今李善君承认染毒 也让这部酸命影片在韩网上爆红 旺门分分表示他说的话全都中了 这位巫女太强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